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屏东建议员蒋月慧今天上午突起是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会面,让柯P在跑活动行程中错愕应对,也让由女柯P封号的蒋月慧成对柯文哲很失望。 柯文哲下午回应此事时说,因为不知道蒋月慧要到场,所以就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 柯文哲说,是否团队并不知道蒋月慧要来,但他们有既定行程,突然被插进去,就不知道蒋月慧到底想要干什么。 这种要事先联络,大家讲好那要做什么,不然不晓得蒋月慧要来怎么突然冒出来,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。 至于蒋月慧声称,柯文哲劝他别被媒体操控,导致对柯P失望一事。 柯文哲无奈地说,所以这个时代的人,在这个社会中物极很容易流传,还好他们现在到哪个地方都有录音,他,只讲,是说,媒体起哄说抱他,抱他,只磕,我说不要听媒体的,就这个样子。 媒体追问,上午蒋月慧出现后,柯文哲脸上露出不悦。 柯文哲说,有吗?我怎么不晓得,我只是吓一跳,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。 柯P也说,人活在世界上,很难要求人家都照他们的意思去做,所以他不会人家来,就要微笑给人家看。 至于事后是否找蒋月慧解开误会。 柯文哲说,如果要见面,可以大家事先联络一下相关新闻,男女柯P见面。 蒋月慧对柯文哲觉得很失望。 那么,这计算是什么?